通知廚房 Hello 大家好 我是通少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家庭小菜 就是魚香茄子煲 這個煲仔菜真是超級野味 絕對是另一個白飯殺手 煮這個菜式的時候 我會和大家示範一下 怎樣不需要用油炸 都可以保持到茄子深紫色 首先要把茄子洗乾淨 然後把頭部和尾部切走 然後把茄子切開一半 然後要耐心一點 把它切成大小均一的長條形 煮魚香茄子煲的話 就一定要用這隻長生茄子 盡量選擇有光澤、深紫色 看上去比較飽滿的茄子去做 做出來的茄子才夠帥 切好茄子 切好茄子 我們就把它放在一些已經加了白醋的清水裡面 白醋可以令茄子沒有那麼容易變黑 茄子我們一直浸在醋水裡面 直到一會兒拿去煮的時候 先把碗裡面所有的水倒走 然後就要準備其他的配料 例如洋蔥 要把它去皮和切件 然後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另外要準備一些蒜片 又或者是蒜蓉 還有一些切了小小的紅蔥頭 接著就要準備我通宵特製的魚香茄子醬 由於我女兒就不能吃辣 所以我就沒有像一般的食譜一樣 加了一些辣的豆瓣醬 如果大家想知道傳統的魚香茄子醬做法 就記得看看放在資訊欄的文字食譜 裡面就有詳細寫明 將所有醬汁材料拌勻之後 就記得試一試味 沒問題的話就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接著我們就可以開始炒豬肉 在鍋裡我們先加入大約1-2茶匙的油 然後用中大火把它燒熱 接著就可以加些免治豬肉下去 將它推開 豬肉下鑊之後不用太心急 不斷炒它 隨便煎一下 用這些免治豬肉的好處就是 豬肉不需要預早醃餅 在下鑊之後 我們先加指定份量的調味料 給它基本味道就可以了 豬肉加完調味料之後 我們就可以慢慢地 將豬肉推開 慢慢把它炒成一粒粒 當豬肉炒到轉色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起備用 這些豬肉煎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蒸茄子 鍋裡面的水 我們用大火把它煮沸 然後我會用這個特別的蒸架 去蒸我的茄子 如果你沒有這個蒸架的話 你可以將茄子放在碟裡面蒸 不過蒸的時間 就要加長大概一分鐘左右 大家記得 茄子的肉一定要向下 茄子紫色的皮一定要向上 千萬不要倒轉 還有盡量不要把茄子搭起來蒸 要盡量把它們分開 茄子用水蒸熟 比傳統用油炸更加健康 而且時間控制得好 蒸好的茄子 條條一樣漂亮 它身上的紫色是不會改變的 茄子蒸好之後 你可以拿筷子 放進肉裡面 如果很容易用筷子放得穿 即是茄子已經熟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茄子拿起 放在一邊備用 最好將蒸好的茄子放在一個大的碟上 盡量把它們分開 不要讓它們放在一起 蒸好茄子之後 我們將鍋裡面的水倒走 用回大火將鍋燒熱 加入大概1茶匙油 然後就要加入洋蔥和紅蔥頭 再加少許鹽下去 用大概1分鐘的時間 炒至洋蔥軟 洋蔥軟生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入蒜蓉 繼續用大火將它爆香 大概炒30多秒至1分鐘左右 爆香蒜頭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入剛才炒好的碎肉 然後將它和所有材料一起攪拌 我們就可以將剛才調配好 試好味的醬汁加上去煮滾 醬汁煮滾了之後 我們先加入大概一半的粟粉水 和醬汁埋一埋芡 讓它稠一點 最後當然要加上 剛剛蒸好 非常紫色非常帥的茄子 將它們拌勻 之後就看醬汁夠不夠稠 如果還未夠稠 就加上餘下的粟粉水 和它埋芡 加了茄子之後 就不要將它們煮得太久 最好在30秒內就將它們上碟 說明叫魚香茄子煲 當然要將煮好的魚香茄子 放在預熱好的鍋子裡 熱烈烈烈香噴噴 魚香茄子煲做好了 最後加一點蔥花和辣椒粒上去 和它整色整水 真的沒有花沒有架 我逐條茄子看給你們看 第一條你看 完全是紫色的 第二條 都是一樣紫色的 第三條都是 所以你跟著我這個步驟去做 一定可以令茄子非常漂亮 而且又不用油炸的麻煩 我這個獨特調配的魚香茄子 大家真的要煮多點飯 用這個汁來送飯 真是一流 大家看完之後 就記得快點 汁齊菜都試一下 包你說精 要保留茄子身上這麼漂亮的紫色 有兩樣東西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一 買回來的茄子要帶有光澤 要有深紫色的顏色才行 第二 蒸煮的時間不可以太久 如果你按照我時間去煮都變色 的話 你就要減少蒸煮的時間再試一下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做三個指定動作 就是要給like share給你朋友 還有按鈴鐺 那我新片一出才可以通知到你 要重溫這個食譜材料的份量 又或者想看看這些材料是什麼樣子和什麼牌子 就記得去看文字食譜 連結我就放在這條影片的資訊欄 文字食譜不單有中英對照 份量也可以隨意更改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